我居然花了两千多块钱 在网上买了一盒奥特曼 来直接开箱看一下 包装盒都已经变形了 看这个凹槽 哇 看里边怎么样兄弟们 封口呢也被别人打开了 这边也变形了兄弟们 来看一下里边怎么样 这一盒奥特曼真的是太贵了 但是我感觉还不是很帅 也不是很火 里边一共有两个 来打开看一下 咱们先看一下这个右边这个吧 右边这个奥特曼造型很别致啊 你们知道这位奥特曼 他是谁吗 他的胸口的那个灯光 和别的奥特曼有些不一样 眼部也不一样 还有他的头雕 头部的话可以取出来 下面有一个替换的一个头雕 咱们一会给他替换了 背部的话也能装这个 发光灯走开关 但是里边的胸灯掉了 咱们给他换下这个红色的 好可以了 先来看一下各个关节 感觉有一些松散 这是他的一个头雕 红色的眼睛 嘴巴还是歪的 这边有一个红色的一个灯光 这也是我第一次看到 来给他放进去 感觉这个奥工不是很好 里面那个胸灯老是容易脱落 好 扣上后盖 又掉一个 OK 起灯 哪里有一些怪怪的 你们有没有发现 感觉越来越太红了 背部的话 做工就是有一些松散 换一下这个头雕 看下来 还是红的 得把这个灯光给换了 换成那种白光 试一下 像这种白光呢 就是属于那种原始灯光 感觉还不错 OK 这样的话就好多了 下期 让我们来一起来看一下 这位奥特曼 他是谁吧 也能发光 慈祝 汇 谢谢大家